医生敲了下腿 就被踢飞出去 还把墙撞了个大洞 随后双手一用力 抬起小汽车 抱着球跑了出来 老爸说了两句 他就不乐意了 随手关上车门 汽车就翻了个底朝天 可考试时 他一道题都不会 于是用出火眼金睛 前面的同学就倒了霉 踢足球时 守门员的他 竟然带着球连过树人 最后用出无影脚 把守门员都踢了进去 他非常高兴 想跟小伙伴庆祝下 可没人搭理他这个怪胎 没办法只好跟女孩玩 不过一不小心 用力有点大 女孩就飞了出去 这天过生日 却没有一个小伙伴来祝贺 他许愿做个普通人 可吹蜡烛时 蛋糕喷了爸妈一脸 为什么大壮有超能力呢 这天爸妈正在开车 忽然一颗火球飞了过来 下车后发现 前面有个太空飞船 等他们靠近时 飞船喷出一股气体 随后舱门打开 里面露出个长着胡子的小宝宝 妈妈认为这是上天给他的礼物 于是把他抱了出来 老爸想斗斗大壮 没想到他小手一攥 手指头就折了 之后抱着孩子 拉着太空飞船回家了 老爸给他刮了胡子 可一转身 胡子又长了出来 转眼间 他成了公司小职员 想喝冷饮时 见四下无人 吹出一口仙气 水就变成了冰块 伸手掰成几段 放到玻璃杯中 这天坐地铁时 灯光忽明忽暗 列车几尺而过 原来地铁刹车失灵了 他跳下地铁 快速追了上去 想要拯救车上的几万人 男人站在铁柜上 伸出双手 想凭一己之力拦下地铁 人们赶紧躲开 下一秒 他闭上眼睛 地铁就撞了上来 紧紧贴在挡风玻璃上 司机也是一脸的蒙圈 让他赶紧下来 大壮双手一用力 跳了下去 快速跑到尽头 周围刮起一阵狂风 他看了下四周 将玻璃打碎 抽出消防栓 跳到地铁另一边 来回缠了好几圈 以为这样就能拦住地铁 随后来到防水带后面 伸出双手 人们赶紧躲到两边 下一秒 地铁呼啸而过 撞到了防水带上 地铁竟然停了下来 连大壮都竖起了大拇指 紧接着地铁就被弹了回去 消防栓的质量那是没得说 随后人们扭过头来 看向大壮 他非常心虚 跨过栏杆 抢过一顶帽子逃走了 而这一切都被监控拍了下来 当外星人二翠得知消息后 读取了员工的记忆 知道这就是他找了三十年的人 用超声波技术控制住大壮 他以用力 把公交车的栏杆掰弯了 随后来到二翠的公司 他说大壮是火星人 可大壮根本不信 转身就想走 这时冲出一伙人来 把大壮压到底下 可这些人根本不是大壮的对手 他坐着电梯逃走了 之后来到老家 想了解自己的身世 老爸掀开一块红布 露出一辆太空飞船 紧接着冒出个摄像头 光芒一闪 出现一个全息投影 原来他们的星球被坏人统治 而大壮是高科技的产物 比超人还厉害 随后来到18楼 向后退了两步 紧接着纵身一跃 从上面跳了下来 哭斥一声摔了个狗啃屎 回去时 还遭到几个男孩的嘲笑 甚至给他个国际手势 大壮不甘示弱 做了个恶魔的手势 随后慢慢上升 竟然悬浮到空中 孩子们扔下自行车就跑 他这才意识到不对劲 紧接着手势一变 就快速飞了出去 跟孙悟空的金斗云一有一拼 撞伞大燕群后 一个猛子扎进海里 可回家时 直接从烟筒里钻了进去 突然空中出现一架飞碟 悬浮在他们头顶 随后舱门打开 射出一道光柱 二翠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按下绿色按钮 坐架就长出两条腿 然后快速变化 越长越高 没过多久 之前的小不点 就变成50米高的机器人 吓得大壮连连后退 转身就跑 危机关头 他还不忘穿上超人战衣 老爸拿起AK 突吃救湿一枪 把机器人打了个猎切 二翠非常生气 伸出麒麟臂 巨大的吸力让他飞到空中 紧接着吸了进去 大壮向上一跳 却被一拳打飞 然后去追老妈 这时 大壮拿来一个网子 向下一扔 准确无误地扣在老妈身上 他也被吸了进去 大壮想报仇 却只有挨打的份 眼看切割机离大壮越来越近 小美开着卡车冲了出来 为大壮争取时间 爬起来的大壮非常勇猛 先拆掉机器人的麒麟臂 把机器人打得连连后退 随后吹出一口仙气 玻璃瞬间被冻住 小手轻轻一点 机器人站立不稳 重重地摔到泳池里 他们终于取得了胜利 一盆仙人掌掉了下来 男人抬头一看 眼睛一瞪 花盆就成了粉末 可摘下眼镜后 发现上面有三个窟窿 真是亏大了 回到家中 拿出面包 双眼喷出火苗 室友跟他打招呼 他看了一眼 室友就搔了秧 躺在地上没了动静 他想喝杯咖啡压压惊 发现水有点凉 双眼一瞪 加热到105度 突然被底裂开 举起来一看 底部破了个大洞 那就躺下休息会儿吧 可苍蝇围着他飞来飞去 怎么敢都赶不走 他又坐了起来 死死盯着苍蝇 眼中射出一道道金光 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终于消灭了苍蝇 长输了一口气 可扭头一看 家里已经面目全非 着起了大火 真是亏大了 逛街时路人想见个火 他摘下眼镜 双眼一瞪 就点着了 可下一秒 他又瞪了一眼 烟就烧没了 刚走出家门 发现钱包忘带了 伸出手来 纵身一跳 手却卡到了柱子里 怎么都够不到钱包 这次又玩大了 好友在后面轻轻一拍 他来了个瞬移 朋友的胳膊就不见了 他来到家中 听到后面有声音 低头一看 吓了一跳 朋友买了把宝剑 让他过来看看 他一个瞬移 正好被宝剑刺中 你说他倒不倒霉 海中出现一头巨兽 爱看热闹的人扭头望去 巨兽慢慢向岸边走来 张开十厘米的大嘴 一声咆哮 差点把人震晕过去 人们纷纷四散奔逃 大壮是个有洁癖的人 擦掉脚上的沙子 穿上38码的红星尔克 刚想逃走 看到地上有个林妹妹 在不停地呼救 他竟然差点被人活埋了 经过不懈努力 终于把他救了出来 可大壮的花痴病犯了 这时一架轰炸机飞来 不停地射出导弹 哥斯拉都成了他的背景墙 突然巨大的冲击波袭来 把大壮震醒了 虽然射出很多导弹 可根本奈何不了10米高的哥斯拉 而哥斯拉喷出原子吐息 飞机就发生了爆炸 正在这时 一个3米高的怪兽出现 抬起41码的大脚 把几人踩成手抓饼 托波勒举起火箭筒 就是一顿猛烈输出 怪兽伸手抓起一人 用出吃奶的力气 扔到3.2米之外 随后来到小院里 又抓起一人 大壮没有害怕 捡起地上的火箭筒 快速向前跑去 对准怪兽 发出一枚榴弹炮 一片火光过后 怪兽咋地没咋地 转过身来 刚想发动袭击 突然一道光束射来 救下了大壮 原来是哥斯拉来了 他一声大吼 跟怪兽对峙起来 下一秒 背上泛起一片绿光 想要发出大招 怪兽的头一阵旋转 放出超声波攻击 空间产生一阵波动 哥斯拉被震得头昏眼花 没了攻击力 大壮放下背包 从里面找起了秘密武器 红色弓箭不行 蓝色鳄鱼不是对手 这是什么 葵花宝典吗 也不合适 随后掏出一只迷你耳机 这个正合适 放到火箭筒里 对准哥斯拉 砰的一声发射出去 正好钻进他的耳朵里 拿起手机 放了手小苹果 顿时哥斯拉就摆脱音波的干扰 一声大吼 背上冒出绿光 喷出原子吐息 怪兽就成了飞灰 大壮也获得了真爱